The end of the earth 白开 我们圣经将宣告这声神的话语 祂说我谁我就谁 祂说我拥有就拥有 祂说我可以我就可以 现在要临受神的话语 神的话根据我的思想 根心根心跟我们的Go Go Go 神的话经我心里 我的生命讲歌叫丰盛 Amen 还宣告三种法则来说 饶恕 诚信 分享 服务 自信 尊荣 感恩 宣告 等候 回家 吴刀招来说 我要活出圣洁 我要走过生命改变 传福音 我要做正确的事 就算社果要忍耐 我要彼此相爱 不要爱不可爱的人 我要在精神得百倍 在将来得永远荣耀 Amen 坐下前跟朋友们讲说 天赋对你计划超棒的 Amen Amen 请坐 天赋对我们的计划 天赋的美好是没有限制的 Amen吗 因为 耶稣讲了 三十六十一百倍 可以想象一下吗 就是如果你的收入 能够有现在的三十倍 那感觉 有了解意思吗 你的车子好三十倍 你的房子大三十倍 早上从起床到洗手间要跑过去 OK 来来来来 不是 三十倍不是这样子玩的 既然你 你会能够走到三十六十一百倍 就是因为你会善用 也就是你不会把所有东西都用在自己身上 当你懂得善用 你会经历到天赋的美好是没有限制的 有没有吗 天赋在我们高雄 通过5K我们在这里 经历着天赋各样的供应 这些我们所站在这里 我们所坐在这里的这每一寸 我们这些土地所有的建设的这些 一路以来的神迹 这是天赋做成的 OK 这是天赋做成的 你常常听到我在讲这些故事 我们今天就不讲太多了 要今天特别要谈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在新竹也有地方了 我们在新竹老爷 OK 我们从六月九号 我们会在新竹老爷 有我们5K的聚会 然后六月九号我们在桃园 桃园的圣德基督书院也会有聚会 所以网路全的家人们 桃园跟新竹的家人们 OK 六月九号开始 不要下礼拜跑过去 六月九号开始 我们在哪里 都为我们预备的非常棒的 我们的云端教会 六月九号 五旬节 圣灵 五旬节是教会被建立的一个纪念日 今年 2019年的五旬节 它是一个rebound 教会rebound 最新形态的 又回到圣经真理使徒行传模式的教会 在今年的六月九号 将要在这个地球表面跟大家来见面了 OK 还跟我讲rebound 天父的美好是没有限制的 还有没有吗 天父的美好是没有限制的 在这里很美好 在这里很美好 还有更美好的 而那个美好不见得是说 不见得说我们正在更大一点 这个有包括 所以在高雄 现在有更大的一块地 正在跟我们来招手 我们在对面的这一个也在申请 OK 已经开始第一案子出去了 我们之前讲的这些东西也开始送出去了 然后我们就看着天父怎么样来成就吧 OK 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人的 天父爱我 天父也爱我周遭很多的人 我们每一个都是按照天父耶稣圣灵的形象 和样式所创造的 每一个人天父耶稣圣灵 都对他们有美好的计划 只是他们还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 当我们被爱了 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 你们也是precious honor beloved 有没有吗 跟你朋友们讲 Your precious honor beloved 对 当我们能够代言这一个 当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代言 让人们知道你也是这样子的 当然一开始是 人们也要在你身上看到这些事情 而有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讲这些鼓励人的话大家都会 人比较nice的都会鼓励鼓励人 但是被鼓励不见得就有力量能够往前走 对不对 所以你要代言的不只是 我们不只是身为一个基督徒 不是鼓励鼓励人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什么东西的 不只是鼓励鼓励人 ok never give up ok会有美好的 人家也要看看你本来是怎么样子 然后变成怎么样子 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代言的不只是一个方向 而且还有路 就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Amen 耶稣不只是指一个方向 说家里我们有共同的家叫做天堂 耶稣不只是指了一个方向 耶稣说I am the way 当我们学像耶稣 我们是基督徒 就是小耶稣小基督 我们不只要让这个世界看到说 嘿你的人生能够好的 今生得百倍将来得永远荣耀 不仅如此你还会有路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放弃的人还能够看到路呢 因为恩典 来跟我讲的恩典 恩典 不是方法 是恩典 所以你需要向这个世界来示范 什么叫做一切都是本乎恩 且因着信 当他相信 当他看见 在你身上所发生的美好的事情 那个恩典是没有限制的 美好是没有限制的 他会开始有机会看到说 这是另外一个选项 看了一次他不见得就相信了 看了两次三次四次 然后渐渐的有一天他说 我也可以跟你去那个 什么8K 5K OK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那里看看吗 sure 得救是本乎恩 且因着信 我们要向这个世界代言的是这个 有没有吗 不只是鼓励人 鼓励人 宗教人士都在鼓励人 这样讲一个方向 对应该是要这样 标准是这样 能够这样子 对 就做不到呗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罪嘛 罪所带来的咒诅 罪所带来的疾病 罪所带来的这些咒诅疾病 贫穷 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本来能够有力量的 然后开始变没力量了 或者本来就没什么力量 然后就更没力了 本来就没什么力量 再加上生病 连床都起不了 有路可以走的 那个路是耶稣 那个路就是耶稣铺成的 耶稣说 I am the way 我就是那条路 有耶稣就有路 可以走 这是所有的身为天父的孩子 一定要先要认同的一件事情 来跟我讲是有耶稣就有路 因为耶稣就是道路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叫做 你如果人生不想被卡住的话 先学习顺服吧 来跟我讲是顺服吧 可能有些人你听过一些 可能教会特会 还是一些牧者 会讲的一些话 叫做顺服你就会蒙服 你在5K 你一直往前面几年去看 你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这句话 对 顺服就蒙服 这个真的是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吗 特别是 顺服是有对象 顺服错对象 那就尴尬了 来我们看一段经节 这个《使徒行传》第5章29节 来一起来读 请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所以使徒先生讲得很清楚 不是说只要顺服 谁说什么就顺服 就不于蒙服 这个话不能这么来谈的 顺服的对象 OK 你跟错的老师就只能住套房 或者甚至是牢房 不是吗 你跟对了老师 圣灵能够带着你三十六十一百倍 你要顺服谁 对象才是关键 因为很多的人 我也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 你会相信耶稣 你已经有某一个程度了 不管在任何的一个教会 OK 你会相信耶稣受洗 代表你某一个程度的谦卑 你愿意承认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需要耶稣 但为什么 为什么跟了耶稣这么久 却没有什么 真的看到当上帝还是有多好 因为这也存在普遍的教会当中 很多的基督徒里面 所以相对的 基督徒在台湾 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根本不用讲到大了 没什么影响力 这是有问题的 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 其实你是想要跟随耶稣的 而也某一个程度的愿意顺服 但是如果你顺服错了对象 那会非常尴尬的 我也相信今天你会听到这篇信息 天父在帮助你 OK 来告诉你说 顺服神 我要顺服神 我要顺服神 大多数人也都会这么来 大多数基督徒也会说 我要顺服神 什么叫顺服神 当然你要看圣经 你一定要明白圣经的真理 今天下午有位 有位这个妈妈来经过我 来问我说 说那个我来到这一个教会 他叫我说 这个 什么 年轻人 很好玩 年轻人 我问你一下 因为我不认识其他人 我只看过你 OK 我年轻人 我年轻人 对 好 我之前在别的教会 然后那个教会说 你去哪里 怎么没有看到你 然后 然后 说5K 那个教会 那个地方怎么会礼拜六聚会 只有礼拜天聚会才是对的 怎么会在礼拜六聚会 他问我这个 他说那该怎么办 我就翻圣经 罗马书第14章第5节 第6节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一样 守日是为主守的 不是为了那个宗派守的 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来守的 圣经的真理是这样子的 非常明确讲的 日日都一样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没有问题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聚会好不好 好啊 礼拜六聚会好吗 好啊 礼拜三聚会怎么样 也不错啊 我们现在台中已经有一个云端示范点 云端家教会示范点 在礼拜一的晚上 还有礼拜三的下午 我们在台中的云点 也有这样子一个示范云点 正在 我们正在try一些东西 好啊 不是吗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觉得每一天都好的 我们也不要讲说哪一天不好 这是圣经的真理 什么叫做 我们要顺服神 而不是顺服人 虽然某一个宗派一直都这样讲 大家都一直这样 大多数的教会都是礼拜天 礼拜天的早上 我们要把一早就献给神 如果真的要来谈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来check一下 在圣经里面 基本上是从晚上开始一整天 太阳下山算开始 太阳下山才算开始 不是早上七点八点十点 不要用那一套 不要用你合理化的东西 然后来讲别人都不对 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有没有吗 其实按理来说 我们是最标准的 礼拜六太阳一下山 晚上六点 我们就来朝见我们的神 在一个礼拜的最开始 我们不是什么安息日会 还是什么会 每一天都是好日子不是吗 真理是使你得着自由的 有没有吗 真理是使你得着自由的 而很多人会被卡住 Why 为什么会被卡住 因为只是顺服人 而不顺服神 那你会被卡住 因为你如果没有跟着耶稣走 你当然就没有路走 Right 因为耶稣就是那一条路 跟着耶稣走 你一定有路 那一条路 一开始走 走上的人少 但是却引到永生 越来越宽阔 而大多数人走的 很多人走在那里 但走到那里 没有路走 耶稣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跟耶稣一定就是载路吗 为什么要讲载路 因为你要个别的去跟着耶稣 有一些宽度 只有你跟耶稣能够走得过去的 他不是一辈子都是载路 但有一些地方 一些桥梁是只有你跟耶稣 才走得过去的 甚至还有一些地方 是耶稣要把你抱起来 耶稣把你背起来 才走得过去的 载 他不是那个 那个要几公分才叫做 才叫做载 几公分才叫做宽 他是讲的就是只有你跟耶稣 甚至只有耶稣才能够把你带过一些路 你要进到天国 那个门 那个路是载的 是只有你跟耶稣才过得去的 有没有吗 总会有一些时候是这样子的 或者说 当你越来越当一个老板 成为一个企业家 你会发现能够谈的 能够谈一些事情的人 越来越少了 OK 你会发现 好像 那个就是载路 只有你跟耶稣跨得过去那个 有些情况 你跟人家说 你跟人家聊 虽然是信任的 但你也知道他没办法完全体会这个东西 所以讲了也没什么用 那个某一些感受是 没办法跟人聊的 那个就叫做载路 天国 耶稣就是那条路 来过讲路 耶稣说I am the way 那个很窄的路 就只适合你跟耶稣就两个 就才过得去 来跟我讲是有耶稣就有路走 我们来看一段经节 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七节 这里谈到了 那个使徒彼得怎么样来劝戒 在教会当中的做长老的 也就做这个领袖的 还有如何从个年轻人 你要怎么样来发展起来 我相信今天的信息 会非常的祝福你 你的人生不会被卡住 跟你朋友讲说 你的人生总是有路可以走的 来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 我们先读一到四节 来一起来读 请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却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 OK 也不是辖制 也不是辖制这些人 等到牧长 来问一下牧长 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 所谓的牧长指的就是耶稣 当耶稣显现 当耶稣再来 或者是你先去找耶稣的时候 反正你跟耶稣见面的时候 哇 那时候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荣耀 OK 来跟我讲是做长老的 做领袖的 在你当飞长的 你当这个黑椅子的 直视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5K就是要来 我们5K就是要来 这个时代是 是遍地Apostle的时代 不是只是等几个人 这是我们5K在这个世界 从今年的6月9号开始 要重新来代言的 Reborn 教会Reborn 会有一大堆的Apostle 开始兴起来 被赋予 被赋予 被赋予恩高 被赋予机会 然后开始Reborn 起来 Amen 所以今天的信息 会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这里谈到时候 我劝你们 中间与我同座长老的人 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所以 所以是牧养谁 神的群羊 所以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做飞长的 这些你们的这些 你带的这些 我们所谓的飞蛾 来讲飞蛾 它们不是你的 它们是天父的 Amen 它们是天父的 所以你如果不重视 如果你不好好 牧养 不认真仔细地牧养它们的话 其实你是在 父交给你的责任上面 不忠心 所以你要忠心的牧养 OK 忠心的牧养 你要了解 这些羊 它们有什么需要 来跟我讲需要 今天小丹 我们在那个小组的时候 Family的时候 他就说他听到了他的飞蛾们 哇 有些大学毕业 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办 茫然 找工作上面 有点茫然的感觉 然后他就说 他就回想到 他当时 对 他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一样很茫然 对 然后当时 他的飞长 就说 OK 来宝贝都工作吧 然后他就想说 哇 他也好想要 当他的飞蛾 有这样子的需要的时候 他也在想 我也希望 我也能够跟我的飞蛾说 那来我们这里工作吧 当时我为什么会 当小丹他毕业的时候 这么来做呢 就是因为在小丹之前 我已经看到很多 当我在带着 年轻人 学生的时候 当我在带着他们 一个一个的时候 一个一个毕业 我看着他们找工作 有问题 找工作一大堆的这些挣扎 而那时候我就说了 我就说 我要成为一个老板 我要成为一个老板 我要成为一个 给好机会 好工作机会 好薪水的一个老板 我要给 我要为着这个下一代 能够给 为他们创造一个 适合成长的 健康的环境 而几年之后 当小丹毕业的时候 我开始有能力 有这个机会来供应他了 而小丹 当他在带着飞蛾的时候 他没有把他们的事情 当做 帮助当做别人的事情 那是父交给他的 而他需要认真的 为所带的人来思考 没有人帮他 我如果也不帮他 那谁帮他 那他就没有机会来体验 什么叫做 天父为他预备 不是吗 哈喽 他的事 对 他的事 不是你的事 但是当你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的事 本来也不是耶稣的事啊 而耶稣为你的事 为你做错的事 犯的罪 扛下来了 所以你要去 为他们 扛下来 上个礼拜我们谈过了 恩典 是白白得来的 但他不会凭空发生 恩典就是耶稣 最极致的恩典就是耶稣 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同行 也就是同样一个对齐 同样一个方向 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耶稣为我们 舍命 而我们也为他们来舍命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 恩典就出现了 来跟我讲这恩典就出现了 小旦现在他还没有 还没有能力 到今天他还没有能力 来给出一个工作 但是很棒的是 当他看到他所带的飞蛾 有这些状况的时候 他在想说 某某哥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能够成为一个 给别人工作的人 Good 这是一个很棒的 就像昨天晚上我领受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句话 Message 我也送给大家 It was not your battle But now it is 在这个礼拜我领受这句话 特别在昨天晚上 我要释放出来 这本来可能不是你的战役 但是现在 是了 这本来不是你的战役 但从现在开始 这就是了 对大卫来讲 打格利亚 本来不是他的战役 他的工作是牧羊 他只是去那里送个便当 而当他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机会出来 他说It was not my fight It was not my battle But now it is 现在你所带的人 你做飞长的 OK 我们的黑椅子 现在我们到各城各厢过去 你们带的一些人 年纪比你们还大 甚至带的一些人 都是你 甚至你爷爷辈的 不只是父亲辈的 爷爷辈的 台北发生的事情 新竹发生的 他们的这些人发生的事情 本来跟你没有关系 But now it is It is your battle 这叫做你将心比心 你要做一个好牧人 因为耶稣是好牧人 你要学像耶稣吗 做个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好牧人为羊舍命 所以你要先了解 他需要的是什么 OK 怎么样子 对他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你如果有带一些在找工作的 或者在上班的 你会知道上班有一大堆的 各个族群 各个工作里面都有一大堆的问题 存在着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东西 我相信我非常开阔你的视野 非常清楚地知道那条路怎么来走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 但重点是 当你听到他们在讲他们的家庭问题 职场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想的是什么 这不关我的事 看看 赶快找下一个 OK 好 下一个咧 哈喽 我知道有一些人 你听的这个飞蛾们 或者是说 其实更常发生的事情是 飞蛾跟六个人在那里聊 然后飞掌 然后当第一个飞蛾在讲的时候 第二个飞蛾在那滑手机 反正还没有轮到我 他在讲的东西不关我的事 嘿 来跟我讲我们是家人 你如果别人在讲的时候 你都没有在听 你一定没有感觉到 这个是个家 不是因为这不是家 而是因为你把 你没有把人家当家人 当你没有把人家当家人 你没有把人家的事 当做你的事 你当然感受不到爱 有了解这个东西吗 而还有一种人 还有一种人我知道 你可能是飞掌 当你在听着他讲的这些事情 因为你也有一大堆东西 一大堆的问题 而你听到他的那些问题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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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环境整个都这样子 对啊 你咧 你最近怎么样 哈喽 他们不是你的羊 他们是耶稣的羊 他们是上帝 上帝全能神的孩子 有没有 我们有个小 也是一样 小灯人讲说 他有个飞蛾 他在 他也就挑战他的飞蛾 说 ok 你要认真的信耶稣 勇敢的信耶稣 然后 这个 这个飞蛾 他在台中 本来 就回去扫墓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 之前 扫墓之前 就有一天让家人知道 让妈妈知道说 现在他有去教会了 妈妈觉得怎么样 妈妈说 ok好好去 但不要受洗就好 对 然后后来这一次 回去扫墓的时候 在拿香的时候 然后他就想说 我不拿香 然后他爸爸想说 哈 你受洗了吗 ok 然后就看他妈妈 他妈妈就 然后 然后他就很有智慧的说 对 我尊重你们的信仰 你也尊重我的信仰 小蛋他以前不太敢 所谓的 希望 就是鼓励人家说 你要为着这个信仰而坚持 因为以前比较想当好人 不想做坏人 虽然看起来很坏 但是他不想做坏人 ok 而他 现在开始 之前 之前也带过几个小组 然后 他开始不一样 他开始敢要求 他的小组员 因为为他好 你需要fight for jesus 你需要为着你跟耶稣的关系 来征战 你为 你跟你交 你跟你的男朋友交往的时候 也不是先通过爸妈同意的 不是吗 对 你也不是你爸妈同意的 你才交往的 是先交往了 然后让爸妈同意 right 为什么信了耶稣 其实只是你没有那么在乎这份关系 不是吗 你在乎这份关系 你真的觉得这个男的是值得的话 你真的觉得这个女孩子是值得的话 ok 因为你的爸妈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不是吗 所以当然不认识他们 当你认识了耶稣 当耶稣来找你 当你说I do 你认识耶稣之后 不只是你要信耶稣 你的家里也要信耶稣 对妈妈 我说 当他在那个 这个祭祖的那个时候 当他跟他的家人表明了 我信了耶稣 我受洗了 我不拿香的时候 我说 你知道在当时 耶稣看到那个场景 有多开心吗 他fight for me good 他为着跟我的关系 他没有羞耻的 没有不好意思来提这些 他高举这份关系 good fight for Jesus 当一个牧者 当一个 我讲的牧者不是牧师 ok 彼得也不是在讲牧师 是每一个有在带人的 耶稣的门徒 也就是你 当你在带人的时候 你总要为着他来着想 来跟我讲是将心比心 因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在你爱的这个过程当中 将心比心的过程当中 你开始爱 恩典就会临到你 而恩典临到你 你会知道 这叫白白得来了 所以你也白白给出去 所以这个美好的循环就开始了 来跟我讲是美好的循环 Amen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我也听到这个Joanna 就是Joseph他的两个孩子 发生了一件事情 利恩 那天 那天 Joseph把利典带来教会 然后 Joanna 带着利恩 就在家里玩玩玩 然后 就说我们去教会 找弟弟找爸爸好不好 他说不要 他说不要 对 利恩我讲不要 后来就给他 Joanna知道他最喜欢吃的糖 有两颗糖 对 一包就两颗 然后他就来我把糖给你 然后我们去找爸爸 去找弟弟好不好 喝 然后 他就说他拿着这个利恩 利恩就拿着两颗糖 然后他们就走走走 然后去坐捷运 坐捷运 然后他就吃了一颗 在捷运上吃了一颗 主啊赦免他吧 他所做的他不知道 OK好 好 那吃了之后 然后另外一颗 然后Joanna就跟他讲说 另外一颗也赶快吃掉吧 对就是手上会 对啊 热啊 那个会 糖嘛 会融化了 然后利恩就 就一直抓着一颗 一颗吃掉了 然后后来 到了亲谱 你知道从那里坐车过来 坐捷运 这样走走走 应该也快半个小时 他手就拿着一颗 然后到了咖啡前面 就看到他的弟弟来了 他弟弟就过来 然后他就把他这只塞到他嘴里 拿那个融化的糖 孩子没有考虑能够到他 哇 Joanna她妈妈看到这一幕 她整个快哭了 她这是她最喜欢的糖 也是因为做这个东西 用这个糖才引诱她出门了 而她吃了一颗 另外一颗 她就想她这半个小时 她心里的挣扎 她心里的挣扎 一个小小两岁不到 拿着最喜欢的糖 然后就是为了到这里 塞给弟弟 我们不到两岁的都会照顾别人 跟你们他们讲说 你要学会照顾别人 Joanna一看到这个 哇 超感动的 然后回家了 Joanna她说 那个当下 她就明白说 啊 这就是天父的感觉 当看到我们有一个东西 喜欢的也是给人家 Joanna当下就决定 我回家我再给你糖 两个孩子都给你糖 她也感受到了 当一个孩子 利恩给利点的时候 而那个利点吃了一个糖之后 回家还可以再蒙福 因她而再蒙福 因为爸妈开心啊 看到孩子懂得分享 看到弟兄和睦同居 彼此相爱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Let's party tonight 恩典 这个就是利恩利点 我们5K的恩典的榜样 恩典是白白得来的 白白给出去 然后就有更多的恩典来了 然后晚上利点拿了两颗糖 就 然后就 恩 还要另外一颗 好嘞 这里谈到了 做长老做领袖的 你要懂得给予 你要懂得将心比心的 你要 然后来跟我讲 这彼此相爱 这里还要讲到说 当你去爱 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出于贪财 不是因为 为了要自己得什么利益 财指的是利益或者资源 当你去爱的时候 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得着什么东西 来跟我讲是好牧人 你要做好牧人吗 你要思考的如何让他得到最好的 让他得到最好的 不是给他最多的钱 他现在需要的可能不是钱 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蛋糕 他可能需要的是跟他 有五分钟十分钟坐在那里聊一聊 不讲话 他需要的可能不是建议 他可能需要的是不讲话 然后你就陪着他 让他哭一哭一会 你说猫猫哥 那这么复杂 到底什么时候 问耶稣吧 来跟我讲是问耶稣吧 不要每次都用你那一招 我最习惯的那一招 舍己用耶稣的那一招 所以你要去问耶稣 耶稣啊 你的爱人现在这么难过 要怎么办 天父啊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现在这样子状况该怎么办 所以当你知道你的身份 你是个牧者 你是个牧者 还有牧长 OK 还有比你更重要的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一个管家 你要怎么样来管理 现在天父给你的 而怎么样子来善待 天父现在交给你的他的宝贝 每一个天父的孩子都是宝贝 有没有吗 你生了五个 五个都是宝贝 所有的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人 都是天父的宝贝 而你能不能看到 你能不能从天父这个角度来看待 你现在所待的人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也是天父的宝贝 即便他们还没有信耶稣 他们也是天父的宝贝 只是他们还没有回家而已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而已 而当你向他们显示出 他们是被恩待的 当你让他们显示出 你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尊贵的 能够唤醒他们里面 摆在他们里面的那个 I'm precious, honor, beloved 我相信 我相信每一个人被生出来之前 天父都会告诉他讲说 You are precious, honor, beloved 我相信这件事情 你是做父母心的 你生过孩子你就知道 当你的太太 或者你是太太的 你生孩子的时候 孩子在那里 你一定会跟他讲话 对不对 right 你不会只讲说 这么大 你这么胖 一定会 OK,宝贝 更何况天父呢 Amen 你们尚且不好都会 在孩子还没生出来之前 都给他了一大堆的祝福 更何况天父呢 真实的 这个很实际的baby 在肚子里面 他就听了很多这个东西 只是出来之后 发现 可不敢啊 你以前觉得 不是我说我是宝贝吗 怎么现在 OK 这个 OK啊 我相信 现在 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那些父母 他们还在肚子里 还没出来而已 明白吗 他们不是不会信耶稣 他们只是还没有出来 而你要跟他讲 你要代替对他们的说 你是美好的 You are precious 你对待他们的方式 OK 摸肚子的方式 你不能 不错 OK 对待他的方式 对待他的方式 要温柔 欸妈妈 我们总监 上次上次包了一下总监 今天来平衡一下这样 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讲说 他回去 他前两天买个 买一些这个 什么 面包 到面包店买几个面包回去 跟他太太讲说 太太 我买些面包给你吃 这是你喜欢的喔 他太太讲 不是欸 你平常不是都买这个吗 是你们喜欢的 我说喔 总监这样你要悔改喔 你太太喜欢吃什么面包 都不知道 OK 不要拿东西考老公好不好 OK 至少再给老公一个礼拜的时间 先练习一下好不好 OK 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明白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将心比心的 你是一个好的 你是一个好的牧者吗 你是的 你是的 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老板 你会成为很棒的企业家 因为你是 因为你是 所以你会成为 因为这是上帝 天父耶稣圣灵给你的应许 所以你一定会成为很棒的老板 有没有吗 还说 我是很棒的企业家 我是很棒的企业家 这里也特别谈到 对于这个leader来看 也不是挟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来外讲是榜样 使徒彼得讲得非常的清楚 当一个leader不是要挟制 在有一些 可能你曾经 可能在一些其他的教会过 或者网络前面的一些朋友们 你可能听过一些什么 属灵遮盖 谁是你的属灵遮盖 在5K你也从来没听过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讲 是谁盖亚伯拉罕的 谁帮他盖背的 谁来遮盖亚伯拉罕的 上帝 是谁遮大卫的 他的爸妈不理他 他的哥哥们不理他 是上帝遮他的 是谁遮摩西的 法老 一段时间而已 是谁遮但依里的 是谁遮约瑟的 约瑟的遮盖是谁 上帝 是谁遮彼得约亚伯拉罕的 耶稣 多久 三年半 接下来 是谁来 彼得约亚伯拉罕的 所谓的遮盖 他上面的是谁 圣灵 保罗 是谁来遮保罗的 圣灵 随便从旧约到新约 主要的一些人物 常常听到的人物 是谁遮他们的 是圣灵 是天父耶稣圣灵 来遮盖他们的 有没有吗 你需要的不是一个 OK 你的飞长是谁 我飞长 蒙恩哥呢 蒙恩哥没有为你死 你知道吗 我遮不了你 因为你罪太重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遮谁的 我们大家都是 都犯了罪 我们的遮盖 我们都需要披戴 穿戴耶稣基督 Amen 甚至有些 你要交男朋友 你要先通过 你遮盖的同意 你要买房 你要干嘛 都要通过你遮盖 那是辖制 真理是使人自由的 在5K 我们不玩那一套 什么属灵遮盖 OK 因为我们在 我在一些其他的地方 我们在台中台北 快连道里面 我也听到一些想说 我们来到5K 好像都没有遮盖了 来到5K 真的在被遮了 所以你要去探访大家的小组 你跟耶稣就会有关系 而让耶稣来遮你 这才是真理 是耶稣遮盖了你一切的罪 不是吗 是耶稣为你铺了 是耶稣为你成就的救恩 不是蒙恩哥 我只是成为一个榜样 example 让你知道跟谁 耶稣是怎么样来跟谁 而且跟谁能够怎么样子 Amen吗 跟你妈妈讲说 让耶稣直接遮你吧 Amen 真理是这么来讲的 不是挟制人 不是掌控人 不是掌控人 是祝福他 是为他来铺路 鼓励他 当他跌倒的时候说 我也跌倒过 耶稣恩待我 耶稣扶持着我 恩待着我 我也常常在告诉你 我也大学 我也曾经自杀过 是天父来找我 是天父来找我 让我才有力量 再往前走 没有力量的时候 都是他带着我 牵着我走过那一块的 这是我们向这个世界来代言 很重要的事情 Amen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轻人 你们做年幼的 来第五节到第七节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五到第七 来 你们年幼的 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素妖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人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你们年幼的 我们刚刚讲的是年长的 或者说一个领导 不管什么程度的一个领导 就是往这个方向来学习 那你们做年幼的 也就是说 你们要成为那里之前 或者你现在还不是一个飞长 OK 年轻人 Young man 这是很重要学习的 你们要顺服年长的 来问一下这顺服年长的 对于年轻人来讲 顺服年长的 通常都是一个不是太愉快的 因为通常年轻会流行 年长叫退流行 我想一般来说 所以当年轻人要顺服年长的 那就是一个很不太愉快的事情 来问一下这流行 这世界一直都有不同的流行 对不对 我讲流行 特别强调的是那不是真理 流行不是真理 它只是一些喜好特色 强调什么东西而已 很多的年轻人 你要学会顺服年长的 这里特别谈到这个东西 是什么呢 来问一下这顺服 来我们我整个一起来看 一起来解释 你会更清楚 就是你们众人也要彼此谦卑素妖 那这个彼此顺服 所以你不只要顺服年长 还要彼此 来问一下是同辈的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典给谦卑的人 因为你想要被挡住吗 你如果人生被卡住的原因 就是因为骄傲 你能够不被卡住 就是因为谦卑 而且当谦卑就有恩典 有恩典就有路可以走 他说阿妈妈 有了解 那所以 这就是关键了 所以你们要自卑 其实那个不是讲说 哎呦我好自卑 我什么都不会 那humble yourself 来问一下是humble myself 也就是谦卑 所以你们要谦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OK 我们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不是一讲我们要谦卑 哎呦我不行 OK 什么叫谦卑 谦卑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这是圣经的定义 解经要看上下文 来问两次 谦卑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因为知道到了时候 神必定使我们升高 这是谦卑 谦卑不是所谓的自卑 哎呀我不行啊 我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 哎呀我没办法 那个不是圣经量的谦卑 圣经抢的谦卑是你 你可以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因为你也相信到了时候 神必使你升高 这是什么呢 我举些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家从小 对这个我爸爸会叫我们拖地啊扫地啊 这些东西 那特别在拖地的部分 我们家不是拖地是妈地 要用那个抹布 然后在地上 妈妈 然后想说我们可不可以用拖把 不行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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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遇到这种有桌子有椅子的 还不能散过去哦 还好扳开 真的很不想 真的很不想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OK 那就拖就好了呗 来问讲顺服 什么叫做顺服 就是其实你可能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但是他说什么 就算什么 这个叫顺服 顺服 耶稣是我们顺服最 最 最主要的一个标准 耶稣谦卑自己 来到人间 OK 顺服到底 以至于死 耶稣 他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而他决定先撇下那个 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 这个叫顺服 有了解吗 顺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复活的大能 所以到了时候 死了第三天 神叫他升高 身为至高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耶稣就是这个谦卑的一个榜样 还在跟我讲这谦卑 所以我鼓励你 你在家里面你的爸爸妈妈 要你要求你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你的老板 要求你做的一些事情 对 你可能有更新的idea 还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讲出来 来我讲是可以讲出来 因为不确定你的爸爸妈妈 能不能谦卑来沟通 不确定你的老板 能不能谦卑来沟通 而你需要先提出你的想法 OK 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讲 OK 你要提出你的想法 就像耶稣在面对十字架之前 也向天父来提出他的想法 那一杯可不可以不要 我真的不太想 但如果你要我 我OK 你可以提出来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的老板或者是 这个你的爸妈 提出来叫你妈弟跪在那里 在那里 你可以提出来 可不可以用拖把 当你爸爸说不行 你就要干嘛 所以某个干嘛这样子 没有效率 哈罗你知道吗 在旷野不用谈效率 你不管跑到哪里都一样 都是大太阳 没东西吃 很热 在旷野 因为年幼的 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leader 你会成为年长的 你会给人家很棒的工作机会 你当一个很棒的企业家 然后和盛人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 这会很刺激的 但是你还年幼的 学会顺服 学会顺服 我在当时 我跟大家讲过 我之前这个年幼的时候 二十几岁 然后在那里想要 我也期待教会能够增长 能够怎么样 来用各种的方法 希望能够起来 就起不来 那到七十那时候 我跟我爸爸吵架 我把门打了一个洞 后来天父叫我下去 跟我爸爸道歉 跟我的主任牧师来道歉 不是事情的问题 也不是说教会不要增长了 是我的态度错了 我为什么会态度错了 因为我太想要看到结果了 而忽略了更重要的 他是上帝的孩子 而且他是上帝现在 天父现在摆在我前面的领袖 大卫王 大卫王 大卫王上帝恩高他要成为王 后来他成为王旁边 扫罗王旁边的这个拿 拿这个 拿武器的 然后帮他弹琴的 然后大卫打赢了哥利亚之后 哇 大家整个犹太国 这个就很喜欢 哇高举大卫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哇大卫厉害 大卫厉害 耶 然后这时候扫罗开始不高兴了 扫罗开始嫉妒了 然后要杀大卫 然后有一天追杀的过程当中 扫罗到一个洞里面 而那个洞正好 大卫在逃亡的时候 在被追杀逃亡的时候 在那个洞里面 而这个时候 大卫旁边的人 那些战士们 跟大卫讲说 大卫 大卫 老大 你看上帝给你的机会 就在前面了 你就把他杀了 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 你就把他杀了 我们就不用再躲了 你就做王了 你看百姓们都喜欢你 你就把他杀了就对了 大卫说 我断不敢做这大二得罪神 他是耶尔华的受高者 现在是他的时刻 有我的时刻 有我的时刻 我不杀他 因为我没有权柄杀他 现在还是上帝给他的时刻 即便你知道吗 当大卫的旁边最主要的那几个 跟大卫打了那么多仗 OK 到处躲来躲去的这些东西 该打的时候他们也是打的 你知道当大卫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第一个对他们来讲 是多么沮丧吗 因为他们又要去躲了 他们又要去躲了 因为又要被追杀了 因为他们都认识 他们都认识扫罗 不会轻易放过的 你知道当大卫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要跟他的 他的梦想就在前面了 一刀下去 他当然可以说 是啊 你们说的真是啊 提醒了我 对啊 杀白啊 主啊 谢谢你 大卫说 这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不能杀他 这是他的时刻 还不是我的时刻 因为会有我的时刻 来跟我讲是因为会有我的时刻 所以你知道吗 你不需要不择手段的拿到那个位置 你要代言的 我们要代言的是彼此相爱 我们要代言的是恩典 一切各样美好都是从神而来的 这是我们要代言的 而不是说你看 我说我会当老大 我当老大了吧 不要去追那个东西 你会迷路的 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不见得你身边的人都会很高兴 但天父会说 这是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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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很年幼的时候 学会 杀了是最有效率的嘛 都不算效率 对不对 效率 而且是他说的 也不是我 效率 当王的效率 恰是最快的 但是 与上帝耶稣圣灵同行 最快的方式就是 持续的彼此相爱 而且相信有我的时刻 上帝必使我升高 有我的时刻 上帝必使我升高 而这整个过程 来光讲是过程 我就要来谈一下这个 我相信对很多 你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你是一个职员 来仔细听我 等一下要告诉你的这些东西 当你当一个职员的时候 就是这一种状况 因为你会相对于 你是一个企业家之前 迦南地 那这个叫做旷野 是一个职员 在别人世上中心的时刻 对不对 旷野 你怎么赚都是赚老板的 OK 在这个时刻 来让我来告诉你 很明确的告诉你 在这时候 你到底要学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在这时候 你如果把焦点摆在业绩 你会迷路的 我们说我是基督徒 对啊 5K 我们30 60 100倍上帝 对我计划是美好的 耶 我一定会很好的 对你一定会很好的 但你如果把焦点摆在业绩 我是要教你把焦点摆在上帝的应许 不是你这个月的业绩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把焦点摆在业绩 你是要做成功神学 你只是想要表现 你只是想要证明 在5K 我一直在强调是让圣灵来证明 不是你来证明 不是靠着自己 你需要去经历什么叫做 一切都是本乎恩 当你在那里被不正常的待遇 不健康的对待的时候 这有两件事情 来跟我讲是 来跟我讲是钥匙 Message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这是你在当一个职员 你一定要拿到的 钥匙 什么叫钥匙 当你 你能够进入到别人心里面 将心比心的那个能力 将心比心的能力 来跟我讲是将心比心的能力 那个叫做钥匙 而在你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何经历到天父耶稣圣灵 信实的把你给你恩典 把你拉高 把你升高 这个叫做Message OK 你如何在一切都是本乎恩 这个叫做Message 来跟我讲是Message 我形容一下 当你在这个 当一个职员被超的时候 被超的时候 你也期待业绩 你当然出门之前 你要说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天父对我美好的计划 I'm precious I'm precious I'm not beloved 该穿的衣服穿一穿 记得我讲那篇信息吗 OK 不要裸奔 你该穿的 不要只是穿外面的衣服 里面都要穿 I'm precious I'm not beloved 我相信今天 天父对我美好的计划 Yeah 我要去迎接今天 耶稣为我所成就的这一切 我要去迎接 复卫我这个美好的计划 这一个月 然后过完之后 你会期待有好的业绩 这很好 你总是要这么期待的 而如果这个月的业绩不OK 甚至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然后被老板定 你说上帝 为什么这样子 哈啰哈啰哈啰 别乱哭别乱叫 因为 来我们先试想 如果你每一个月的业绩 你每一个东西都让老板很高兴的话 你可以进入到谁的世界吗 你以为这个世界谁这么顺吗 大家不都是也在挣扎一些过程吗 如果你一信耶稣什么东西都很顺 你进不了别人的世界 你只会说OK努力就好了 祷告就好了 人家会说哈哈哈哈 你根本不懂 你根本不懂我们 如果这样就OK了 耶稣也不用下来了 不是吗 丢一本圣经 砰 读一读 做一做就来了 谁做得到啊 你当一个职员 OK你生以为一个职员 你要知道 这个 当你去 当你正 来来来来 我讲更清楚这个东西 一些细节 你信了耶稣 你要知道 你信耶稣之前 你是迷路的 对不对 你承认你迷路了 你犯罪 你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人生 所以你 昨天受洗了 耶 你昨天受洗了 不代表你明天 整个思想完全都不一样了 不是吗 我们昨天受洗了 是的 昨天 当我们昨天受洗了 那我耶稣就洗尽我一切的罪了 洗尽我一切的不欲了 这个OK吗 我在耶稣基督里 我就是新造的人 Amen 这些都是是的 所以你知道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当你再去面对你的生活 你的职场 你的家庭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不用再为自己来负责任 因为耶稣为你付上了一切的代价 不是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 我信了耶稣 我就是新造的人 是的 我还会搞砸事情 但是耶稣为我扛下来了 耶稣为我扛下来了 Amen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要信耶稣 但是我信了耶稣 隔一天我没有立刻长成多厉害 我还在回来的路上 而你要知道的是 你不需要为自己来赎罪 你不需要为着你做错的来赎罪 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 来跟我讲的是救赎 救赎指的就是 就我做错了呗 我也承认嘛 我就没办法救我自己 所以我听到耶稣你能够救我 所以我相信你能够救我 那整个现在就是一个救的过程 而在救的过程当中 你不需要摆烂 你在被救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需要自己扛下来自己的 要不然你根本没有让耶稣救 到这里有听懂吗 很多人信了耶稣 OK 我信了耶稣 我就要努力 我就要改变 是被转化 不是改变自己 你信了耶稣 你要经历那个被救赎 那是一个过程 如果你信了耶稣 你讲说我信了耶稣 我就要好好的 你还在靠自己啊 你还在靠自己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自内心的 觉得说 耶稣根本没救我 我信了耶稣之后 其实我还在自己撑 我相信这是很多 甚至网络前面的家人们 很真实的一个心声 虽然不敢讲出来 怕一下雷打下来 信耶稣不是这样子信的 我信了耶稣 我相信我是新造的人 然而我今天还会做错 但是耶稣赦免我过去 现在未来的罪了 耶稣的救赎 耶稣完成了 光乎我救赎的工作了 Amen 那就像我上个礼拜 谈的这个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你要干嘛呢 你不需要为自己赎罪 而你要为着别人 回头之后兼顾你的弟兄 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职场当中还会被操 你在职场当中还会被操 不是因为你做错事 让我再强调一次 你如果听懂我在讲的话 当你在职场当中被操 OK 被受一些不OK的待遇 不是因为你做错事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隔一天发生车祸 不是因为你做错事 是为了要回头之后 兼顾你的弟兄 因为这就是耶稣在做的 耶稣为你的救赎 已经预备好了 你能不能走在这条路上 就在于你有没有像耶稣一样的去爱 所以你在职场当中 当你成为一个职员 被操 是因为你服在神大男的手下 你会成为那个族群的祝福 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做我努力了 我真的尽力了 但还是这样子 那是为了要给你那个钥匙 来问讲是key 或者就是keys OK 各种族群的 各种族群的 我信了耶稣怎么 我找工作还是找不到 对 为什么 我信了耶稣之后被fire了 那是为了要 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被fire的感受 不是因为你 然后再强调一次 不是你做错事 你要承担什么东西 因为你做错的 你几百年前 没有几百年前 你几十年来做错的事 耶稣都已经赦免了 不是吗 所以不要装样子 你要怎么样来 那我做错了 我要怎么样把自己 不要被骗了 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骗了 不要误解了 耶稣已经救赎了你了 你现在所经历的 是为了要让你回头之后 兼顾你的弟兄 你才能够拿到那个 进入人家心里面的钥匙 我如果没有在这些情感当中掉下去 我也写不出什么亲爱的公主 我没有这个掉下去这个自杀过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那么发现这个 Your precious honor beloved 是多么重要 多么宝贵的一个message 我如果没有今天那些东西 因为我以前在教会长大 我爸爸妈妈牧师 对啊 我从教会长大 我以前学会的就是 加油啊 上帝祝福你啊 我为你祷告啊 我心里想说你自己不加油的 怪谁啊 你自己不努力的怪谁啊 你就都读圣经嘛 那是我以前学出来的东西 而当我掉下去了我发现 哇哦 他真的不是故意不起来的 他真的没有力量 那个只是第一段 这一段能够让你将心比心 来问一下是将心比心 但将心比心 顶多只能让你在那一起跟着哭而已 OK 你还要有路 来问一下恩典 所以当你 当你遇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你 你很努力 但是结果还是这样 你认真的投履历 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 你知道吗 你要做的事情是 阿爸我需要你的介入 来问一下阿爸我是你的孩子 阿爸我是你的孩子 你需要cry out这个东西 当你cry out 当你呼求 而你要去敲门 你该去interview的 该去投履历的 该去怎么样的 继续来 该彼此相爱的去彼此相爱 说天父我需要你来介入 而那个过程 当你不靠着 当你不靠着自己来 让自己生活好一点 你才在迎接天父的恩典 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这里 我在我 在我这个 当一个leader初期 在我年轻人 有30人左右的时候 我带着一群人 我们到绿岛 我们到绿岛去玩 然后玩两天 隔天回来 那我们就去玩第一天 玩完了 第二天早上 我们要搭船回来的时候 一早起来 然后我们要去搭船的时候 发现 船已经 船没有船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怪风 然后整个绿岛不能开船 一整天就不开船 我们一出 我们住在一个老船长 40年老船长的家里面 那个民宿 然后早上一起来 他说 你们今天不用回去啦 我40年经验 绿岛就很奇怪 一年就两三天 就会这样子 两三次 就是这样子 也不是台风 就是一个怪风 我们就跑到海边去看 防波堤 那个浪一冲 三楼高 那个浪超大的 我们讲说阿赫西亚 那天早上 心里是阿赫西亚 那天早上 我们灵修的时候 还读到 耶稣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在那个海浪边 我说我要回台湾 那我就带着我们那一群 我们牵着手祷告 因为我们其中有个明天要入学考试 因为如果没有入学考试要明年 噢 对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明天要这个 当兵要收假 那都是很严重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站在 站在那个防波堤那里 牵着手说 阿爸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台湾 然后我们祷告完之后 然后一看到海浪 砰 还是一样 然后我们就去店家去问问问 店家门全都是锁的 根本没有 我们打电话根本没人接 那怎么办 我们就去玩了 我们去绿岛就是要去玩了嘛 我们就去玩玩玩玩 玩到中午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们再打电话 打电话问问问 根本就没有人接 然后我们就又去那个 又去那个什么 那个船家那里去看 还是没有 那我们又在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要回高雄 我们要回台湾 请你派船 平静风浪吧 啪 然后我们就中午休息一下 那下午我们就在那个 我们还在饭店里面 我们就在那里祷告 我们会在那敬拜唱诗歌 对 很难用的招数全都要用 你知道吗 对 对 How great is all God sing with me 看看电话有没有 Oh great is all God OK 我们做完祷告之后 天父 靠你了 打电话 没人接 那时候差不多四点多 我印象四点多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就想想 我们在绿岛 这两天还有什么没做的 啊 插一个 煮温泉蛋 没没别的事 尝试扣扣都扣过了 走走走去去煮蛋煮蛋 去海边煮蛋 好 我们一群人去买蛋 然后在煮煮煮 然后太阳越来越下山了 明天的考试怎么办 明天逃兵怎么办 我们在煮蛋煮蛋 突然就有一个小 就有一个人开着一台小发财车 然后讲说 有准了啦 有准了啦 有船了 有船了 我们大家煮蛋的 蛋不要啦 跑啊 冲啊 然后那个小发财车 那个司机也载着我 我们大家跳到上面 哇 坐那个小发财车 到 到那个 什么什么 搭船的地方 然后 买票 有票 当我们坐上去 回去的时候 风平浪静的 回去了 那个经历 那个是我信心 什么叫做 你要将忧虑 你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 顾念你 因为他 顾念你 你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而当你真的 把你的问题 谢给神的时候 你会做的反应是什么呢 常常喜乐 普出祷告 凡事谢恩 去绿岛 我们不是去那里办什么 退休会的 我们去玩的 所以去那里 将忧虑 谢给神 那就继续玩吧 就继续玩吧 就继续玩吧 所以回头看就看懂了 原来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煮温泉蛋 所以记得下次去绿岛 先煮温泉蛋再说 好不好 歪一楼了 OK 好 你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 顾念你 所以当你是一个职员的时候 嘿 你要服在神大能 你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 不去argue 不去抱怨 不去争 不去抢 不去讲说公不公平 当你的原因是因为 你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因为你相信 有你的船 那个绿岛的船 当时是五点多就没有了 而当时最后我们搭上 是六点半的船 六点半 而且当我们上船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 我们在那个小发财车上 很好玩 我想那应该是个天使 他在车上的时候 他还跟我们讲说 欸 这奇怪的呢 今天突然有这个 这个加班船 一定是有些人有什么关系 然后从 有些人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背景 然后 让船可以开 他还提醒了我们 我们是有背景的 我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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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在职员 好好的在老板的世上 忠心 老板给我们的业绩 是的 阿们 我也要 这没有问题的 因为上帝要使你 三十六十一百倍 不是吗 所以你当然要期待 这个东西 但是你需要接受 有一些过程 发生的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 也跟你的努力成果不一样 那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 那是要你拿到那个钥匙 因为你带着很多的飞蛾 他们也会没有达到业绩 或者说大多数的 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达到业绩 都没有办法让老板都很开心的 不管是业绩 还是这些行政的一些表现 而你能够将心比心 而且当你以后成为一个老板的时候 你就不会用那种方式来讹杂员工 你会鼓励他们 你会给他们设定高目标 为什么 三十六十一百倍啊 不是吗 所以当老板给你设定一个高的目标 那是因为 他在代替上帝告诉你说 你会很棒的 跟你的朋友们讲说 你是非常卓越的 明白吗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东西 然后再讲说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为什么要给我这样定的目标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不要去argue那些东西 浮在神大能的手下 然后期待着美好的事要发生 而如果没有发生 那是为了要得着钥匙 而当你经历到了这个 你就有message了 你就有那个信息 向这个世界来传递的 不是依靠我们怎么样子的 我们划船都划不回台湾的 而当我们相信 因为那天的经节是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们说我们要回台湾 而透过一整天实际的体验 我们看到了 我的耶稣说话算话 我的天父回应我们的祷告 他能够平静风浪 for us 为着我们开加班船 for us 那个体验 那是我十几年前的 而现在我又再一次的来祝福你 这是天父 我如何经历天父的恩典 扶持 才能够跨过去这一个 有没有吗 而有一些人 所以你知道你如果一直把焦点 把这个业绩 你会看不懂上帝的作为 然后莫名其妙的怪罪自己 哎呀 因为我没有努力 努力 努力 那是靠自己 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你的事情 耶稣已经完成了 把父 把那些产业交给你的那整个过程 一路上都已经预备好了 你要做的是跟耶稣一起去爱 当你跟耶稣一起去爱 当你打算要去爱人 你绝对需要 你就会了解我刚才讲的 你一定要有钥匙 你才能够对话 你才能够进入到人家心里面 你一定要有message 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 不是是鼓励鼓励 never give up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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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不一样的message 是这个世界需要的 跟他讲说 耶稣带着我过去 因为他顾念我 就像今天我再次告诉你 你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 他在乎你 来告诉你 因为天父在乎我 天父在乎我 阿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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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演个戏 来 让你们了解一个真理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 这个虾眼的 虾眼的 虾眼的 这个 哎哟 哎哟 好好 未婚啊 这个还没有交往 好 单身 好 顺便顺便 你都已经预备了 来坐坐坐坐 嗨 OK 好 来 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了 耶稣的 这个 看到虾眼的 对不对 大家有识识吗 可怜果 可怜我吧 假设我演着耶稣 我当耶稣来门徒 门徒 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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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耶稣带着门徒们走来走去 对对对 然后要进到耶利哥城了 对不对 那 OK 我们就从 往那里耶利哥城 OK 当 众人的声音 来来来 那虾子开始听到了 哎你不能看啊 你是虾子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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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 你就讲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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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 你是虾没有龙 好不好 OK OK 好 OK 好 来 我们再一次 好 耶稣 要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 耶稣来了 大卫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吧 好 耶稣听到也听到了 然后耶稣继续走着 大卫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吧 所谓的大卫子子孙指的是你是弥赛亚 你是救赎者 我相信你能够医治 耶稣 耶稣听到了 耶稣继续走着 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你知道吗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戏剧通常会觉得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说是谁在叫我 因为最靠近 在我们的剧本里面通常就是在这个时候 耶稣说是谁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继续叫 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可怜我吧 耶稣继续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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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耶稣继续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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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会停下来了 耶稣应该在那时候就会停下来了 但是耶利哥城在那里 他们在城外 耶稣要进城 就是一直往城那里进 而耶稣没有立刻停下来 所以他会越发大声的喊 我们总是希望 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喊两声 然后耶稣就来了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剧本 对不对 最好第三次 那感觉蛮正式的事情 但耶稣通常不是这样子 耶稣会经过 而他可能会觉得 我的机会没有了吗 耶稣不理我了吗 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 是我怎样的吗 大多数的人会这么来想 但是这个瞎子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没有看到 耶稣经过了 他就是听到一群人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耶稣讲过 如果你瞎眼了 那你就没罪了 但是你看见 所以罪还在你身上 你什么东西都用你的角度来思考 都用你的经验来 来衡量这一切 你当然进不了天国 天国是你要发出信心的呐喊 你要发出信心的呐喊 看起来好像机会都已经过了 年纪已经多少岁了 都还没有交往 不是针对你 OK 不是针对你 他还年轻 还年轻 对对对 好像好像一些机会都一直pass pass pass 一直都跨越了你 哈喽 天父顾念你 天父顾念你 你需要的就是 再大声一点 因为最后 耶稣派门徒 去把他带过来 当耶稣把他 派过来的时候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心 OK 拍拍手 Come on Come on 你的信心 对于 对于瞎子来讲 他还在瞎的时候 绝对是旷野的时期 不是吗 绝对不是迦南地 在旷野的时期 你需要cry out 即便你觉得 觉得你的感觉 告诉你好像 好像怎样怎样的 而这个瞎子 他说 你是弥赛亚 你是我的救赎者 我在等的就是你 你一定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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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前没有 一分钟之后可以 一分钟后没有 两分钟之后可以 这一个 这个瞎子说 大卫的子孙 你是弥赛亚 你是我的救赎者 我需要你 接下来 当他经历了 我要能看见 他一辈子都在讲这个故事 他不只有这个故事 但是这是他人生 最漂亮的一个 转捩点的故事 跨进迦南地的一个故事 或者 对他来讲是 先回到一般人 能够感受到的 这种美好的人生 健康 当你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别忘了 天父顾念你 有没有吗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需要您的转捩点 非常您的 欢迎订阅